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Wonderful,多谢你来我的频道 口味浓淡各有所好,我喜欢的菜式不代表你喜欢的菜式 这条影片是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和家人在星期日晚去了墨西沙家的牛饷吃all you can eat的晚餐 有几种食物每个客人有限定的落单数量 好期待不知道这里的烤肉的质素是怎样的呢? 温馨提示,他们会将12%的小费 预先加到你的账单里 6个人或以上是要15%的小费 进餐的时间是2个小时 是由你坐下开始计算的 试试他们的面屎汤咸不咸 放在桌上一段时间都没有两节颜色 味道就正正尝尝 很有惊喜,他们的海鲜拉面和牛肉拉面都挺好吃的 我家人吃了这个牛肉拉面,他都满意 他的拉面硬硬硬硬,加上他又很弹牙 他又不会软滑滑那种 虾和鲜柚都大牙,他的汤底不咸 个名很特别,叫做黑暗天使卷 有天婦罗虾,蟹柳,三文鱼,带子,再加上牛油果 他的寿司米都挺软熟 这个组合都挺清淡,不是很漏的那种 我们怕眼闊肚窄,所以我们只叫了很少来尝尝 相信很多食客都会和我们一样 叫了好吃,然后再加单 烧烤时间是不正确的,所以是焦了 牛油很咸 这个挺咸咸的,很强的 他的任食价钱,只是包一件牛扒 大大 他的肉质素是不错的 你看不到是有啡色,或者是乳乳黑黑的颜色在肉上面 这个挺好吃,酸酸的 蝦都很爽口,有点牛油味 味道适中 这个牛扒很好吃 他的味道不会很甜,或者很咸那种 刚刚换的 滴了这么多肉,烧下新鲜波浪和新鲜的蔬菜 再解下油腻 我们又再叫多一块牛扒 我们三个人应该是可以叫三件牛扒 但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肉,所以我们只叫了两件 一块牛扒 根据以往的经验,五花腩都是留在最后才烧 五花腩的猪油令到火很大 五花腩的猪油令到火很大 我们吃饱了,要关火了 然后就吃他们的美味的甜品 他的焦糖布丁,鲜芒果奶酪和咖啡布丁都很好吃 不知道他们的九折优惠直到什么时候 如有需要,可以打电话去他的餐馆查询 3月8日晚,我和家人来到墨西沙加牛角的日式烧肉店吃晚饭 由停车场进来,然后转下来 拍好车之后,就走来这里 在这里进去 每个人觉得,套餐是实为个单点的 每个人觉得,套餐是实为个单点的 我们叫了个四人套餐 170元,平均42.5元一个人 6人套餐就230元,即平均38.33元一个人 3.33元 2.55元 我們多加了一個牛肉壽起燒石鍋拌飯 10.95元 因為我們6點前已經到了 所以還未坐滿 套餐是包麵豉湯 還有新鮮的沙律 沙律的味道很清新 因為它的菜都很新鮮 小食還有毛豆 還有韓式泡菜 還有4塊的燒牛肉壽司 這是日式炸雞 最後一樣的小食就是 辣的吞拿魚壽司 它的壽司飯糰是炸過的 炸過的飯糰它的口感比較硬 小小小的 吃的時候 炸雞是暖暖的 還有少許脆 口感和味道都不錯 當我吃這件燒牛肉壽司的時候 它已經凍了 不過它的味道都OK 它是有牛肉味的 我便一般喜歡這個炸過的壽司 因為真的需要一些牙力去咀嚼它 我們額外叫多了一個牛群肉 13.45元 當服務員放下食物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牛肉的種類 還有每種牛肉大概要燒多久 因為我沒有錄下 所以我是不記得的 這塊燒起的牛肉 就非常之軟 還有很有牛肉味 這個套餐是包括 兩個蒜蓉雞的麵的 這個牛肉鍋飯是我們額外再叫的 這個套餐是不包括這個牛肉鍋飯的 日本米飯再加上一些照燒汁牛肉 很好吃 趁熱吃它就會很香 很香的蒜蓉味 它的麵的味道就鹹了一點點 雞肉的味道就適中 食店是提供三種不同味道的調味豉油 我不想吃了 鯛肉的道具 鯛肉類的食物 有点还鞠 猪肉是切得比较薄的 所以很快就焦了 最后两样就是虾和鸡肉 我们觉得虾的味道有点咸 甜品就是烧棉花糖 烧好后就变成棉花糖巧克力夹心饼 买单之后记得问服务员 拿张免费的泊车收据出闸的时候用的 我们下期再见